视频中的人叫谢家军 他手中所赚的是奥运会比赛的专用牵球 重达7.26公斤 这个常人拿起来都困难的铁球 对于有着独门球技的谢家军 却是小菜一碟 手赚牵球 玲珑宝塔落铁球 乒乓球拍颠牵球 众多绝技中 他更是靠着手背赚铁球 曾创造四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龚纳体育场 就是体育广角那块 就是我当时就是说 经过多少年训练就是说 可以把一手转起来牵球了 就是7.26公斤的牵球能转起来了 转起来 我天天我有个面包车拉巴 天天给他们表演 有人就说过 有张拿手背给我转的球 他可能是像开玩笑的说 还是催毛求刺的在说 但是他说完之后 我回家就找来两个小铁球 开始在手背上转 哎呀不是闸事就是闸那儿 后来我就琢磨 他能想出来 难道我就做不成吗 我就天天地在练 现在你看我这手背上 这不是他这是肌肉了 这个筋有劲了 他就能比如原来我转四斤 吉尼斯就说你得转五斤 完了我就开始练五斤 就这样谢家军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与努力中 最终他的手背转铁球 从2010年的3.9公斤 到了2016年的5.04公斤 历经七年时间创下四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每一份成绩的背后都展示着他挑战自我的决心与毅力 然而谢家军玩转铁球并去参评吉尼斯世界纪录 绝不仅仅是因为朋友的一句玩笑话 当时练的铁球是我当过兵 我在部队那个喜欢抓坏人 喜欢保卫主国 我吹着半天又没有枪 我练的飞刀 飞土豆 后来转业之后 后来又知道有吉尼斯记录了 也能为主国争光 所以说我就把这飞土豆练成飞铁球 后来演变成转铁球 转铁球越转越转出花样 越转出快乐 如今谢家军已年过花甲 随着年龄增长 力量型铁球对他来讲会越来越吃力 不过他却没有放弃对球的爱好 除了铁球 现在他家中有大大小小一百多种球 大到瑜伽球 篮球 排球 小到玻璃球 乒乓球等 同时他融合了中国传统杂技 自编出很多新式花样 一路走来 谢家军带着他的铁球参与了许多工艺表演 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 告诉大家 只要敢想敢干 并为之不断努力 没有什么不可实现的